你有長期咳嗽問題嗎 或時常呼吸困難與疲憊 請注意 三大症狀表現超過八週以上 就有可能是肺纖維化 自體免疫疾病族群 也是肺纖維化的高風險族群 掌握肺纖維化指標 專科醫師教您聰明先定位 想了解非常有意義無意告訴我們什麼嗎 就在九月非常有意思 見走嘉年華 邀請大家一起共襄盛舉